我要訓車啦還沒三千公里 要發表一下喝完酒酒駕的感想 不要開車 不要開車會妻離子散 曼妮哥 我們今天要幹嘛 今天呢我們就來享受一種很有樂趣的運動 是 就是我們要開賽車 開賽車 開賽車那我的專長啊 對啊但是呢你知道嗎 現在我們 之前呢我們大家都提到說不能夠酒駕嗎 就你有在宣道嗎 這是廢話 這是老生常談不能酒駕 而且呢跟大家講 那跟賽車有什麼關係 現在因為酒駕的關係啊 就算坐在旁邊 比如說我開車對不對 對 我如果酒駕 然後你坐在旁邊 你要罰六千到一萬五 這我知道啊 你知道嗎 好所以呢 如果這老生常談 雷伴還要公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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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我沒有被公佈照片 就是我今天要帶你來的這個地方 帶我酒駕 對帶你來酒駕 好然後 對 所以要PK一下 對當然 喝酒前跟喝酒後 對 到底差在哪 對比如說你喝酒之前 欸這不錯喔 因為你看平常你如果在賽車場對不對 你平常開車應該是很強嘛 左右腳踏在訓練 沒事就是也不出門在家玩那個賽車遊戲 宅男 對但是如果老爹喝了酒之後呢 會不會壽性大發 單圈成績可以做得更好 什麼壽性大發 壽性是你吧 我是人性 所以呢我今天就帶你來一個 他就是玩這個模擬器賽車的 對 好走走走 看誰的酒量比較好 好走走 是酒後的技術誰比較好 還可以帶來一首歌曲 是這樣子喔 好走走走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X王電競館 今天歡迎我們Mani哥跟Andy哥 今天主題好像是酒駕測試 對 道路上也不太方便做酒駕 那我們今天來到電競這邊 能在更真實的模擬器上來體驗 開賽道還有酒駕影響 先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這邊有什麼機台啊 什麼之類的 有什麼吃的喝的這樣 我們這間店總共有6台這個模擬器 那這些機座都是有FIA的電子經濟認證的 那他這主要在DBOX一台主機 就已經高達35萬 這他會動啦 對他是有動態性的 然後身體會跟著 他老爹會吐出來有沒有 喝太多會吐出來 好 但我看到好像還有手排對不對 這是我們剛進的六速手排 很有FU欸 所以他必須要有真的那台車在 真的有手排 他才可以開手排 他的模組非常擬真道 一定要這台車本身具備 純6MT的功能 這個排檔才做得出來 像F1啊或是TCR車 可能就只能序列式 或是排檔不能使用 只能撥片 只能撥片 那這樣老爹應該 真的要踩離合器才可以換檔 對 我們這個模擬器一截都是15分鐘 一截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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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酒店一樣 對 對 對 因為老爹是專業車手 那我覺得給他開 GR86 比較有發控的感覺 86 後驅 比較簡單一點 那給潛逸哥開 好啦 Yaris簡單一點 為什麼 四驅嘛 馬力又大一點 讓他一點 我怕他太快 另外我有一個小要求 可以幫我找一個副駕嗎 我們今天選擇的是力寶的 力寶 最新的力寶 最新力寶 這樣大家也比較熟悉 OKOKOK 這個新版主要就是 他連藍香腸 還有鹿岩石 都做得很擬真 有壓到 這個動態都會有影響到 好啦我們來測試一下 好來 走上路 走走走 誒犯規啦 犯規犯撞人啦 要賠車損 你快一點好不好 新車還沒訓 還沒訓車 誒等一下 快啊 Yaris被我咬屁股啊 我要訓車啦 還沒3000公里 我直線可以到五檔耶 我剛才打兩次到檔 來來來來 有看到我了嗎 沒有因為我都走捷徑 我不在乎有沒有犯規 快點 最好可以你這樣切西瓜啊 我們是結果論者有沒有 我不在乎輸贏 只要在你前面就好了 快吧 3 2 1 用甩的有沒有 搞什麼鬼 搞什麼鬼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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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 XX 那個大西瓜XXX XX有人這樣開的 Oh yeah 好 真的到 對對對 你就喝了 因為我們就是要來測試 你看喝了酒之後 像老爹這樣子 就是平常會做成績的人 到底會不會 對我們這真的是威士忌 對會不會變了一個人 這樣子 會把他心事都說出來 然後把他倒滿是不是 這個不錯 我這一杯是要去我還要開車嗎 老爹喝了一大杯非常厲害 你看 其實我喝的是真壯真壯 不能讓他知道 看起來是不是很像 我們行走江湖 就靠這個絕技 在這個商場上刺成 看起來像不像 喝完之後 你看 老爹那麼的單純善良 一定會相信我這一杯就是威士忌 第一次跟男人 沒有 沒辦法我們為了這個小朋友的學費 必須要在這邊喝一下酒 真的喝喔 對啊 因為這樣才可以測啊 不錯齁 我第一次喝這麼大杯 沒有沒有裡面有冰塊 不過也真的蠻大杯的 剛才幫他多倒了一下這樣 但是給我一點時間 因為你一口這樣會太大杯 給我一個水果盤好不好 你也喝完了喔 對 你連冰塊都嗑掉了 連冰塊都喝掉 好 稍微動我一下 對 我前面那個是酒駕的人 等一下 我的車 我的車撞了 搞什麼鬼 可惡 這酒駕太危險了 這酒駕太危險了 是你自己死病啊 是嗎 我感覺好像被撞 然後橫在我的路中間 可惡 看我 犯規啊 切西瓜有死病的風險好不好 你以為切西瓜這麼簡單啊 F1車手都不敢切西瓜呢 自己都要搶 我忘記這是幼駕 誰頂我啊 沒有人頂你啦 你這酒駕後一陣 我根本沒有在你的後面 對 綠色是老爹還沒喝酒的時候成績 紅色是老爹喝完酒之後成績 那這兩個都是喝法全數 對 那可以很明顯直接先看速度來講的話呢 就是喝酒之前速度比較快 喝完酒之後速度反而整體速度變慢 中間呢可以看到有一些地方 比如說這個地方的煞車點 它突然就踩一個沒有必要的煞車 或者是說它的煞車踩得不夠 然後變得拋出去之類的 這些都很明顯的看得到 從這邊都看得到 所以 還有它的路線 你可以從這個地圖這邊看到 它路線走得比較外面一點 所以它路線判斷來講的話 第一是它會變得比較敢衝 因為它正常來講 你的確是要從最外面切到最裡面 再切到最外面 那它的確比較敢衝 可是這個地方其實有一點衝過頭了 所以它變成它想要敢衝 但是判斷又不佳 所以造成整個判斷是錯誤 煞車點已經過去了 然後最明顯其實是這個入檔這個東西 就比如說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是很多這樣子下降 其實就是它入錯檔 這一圈呢 是它剛開始 剛喝完酒之後的第一圈 那時候應該是酒精還沒有上去 像現在你就要再開一個 所以我們看最終的這個沉積這邊 最後面的那一圈 對 其實就可以發現到說 它的 它後面 它除了第一圈 是合法懸殊之外 後面全部都非法 所以很明顯後面酒精開始有點上頭 對 但這個看出來你看 有喝酒它之前都是綠的嘛 然後沒有喝酒之後 你看 有喝酒 對 沒有 喝酒之後 就全部都是紅的 全部都是紅的 所以你看得出來 我本身是沒有真的沒有喝酒 因為我從頭到尾前面跟後面都是紅的 所以前後都有一致 對不對 沒有錯嘛 老爹的話就差別就比較大 前面綠的後面紅 就代表 紅到底 對對對 所以做人還是要堅持單一純脈 你一開始怎麼樣 自始至終就要怎麼樣 那老爹基本上現在已經躺在這邊 已經不省人事了 等下拉他起來可以再跑一圈看看 因為一般我們吃完飯 你差不多大概一兩個小時 那那個時候酒精起來的時候 剛好你要回家的時候 除非你有散脫啊 散脫還會繼續再喝 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你覺得還能開車回家嗎 太危險了 不要害別人害自己 而且我把變速箱搞壞 我現在確認是手牌 你會把變速箱搞壞 好不好 現在老爹已經 對不會動了 你有什麼話要說嗎 你要發表一下 喝完酒酒駕的感想 不要開車 不要開車 會妻離子散 對那我們的結尾呢 就是說 縱使是老爹這樣的 專業的這個試車手 又常常在賽車的 他自己認為 他喝了酒可以駕馭的車子 其實還是不行的 你看 以我們這個多說無意 就看我們的成績出來 所以你看一般人 在路上面開車 喝了酒 有多麼多麼多麼的危險 所以真的 開車就不要喝酒 喝了酒呢 就不要開車 你真的想要變開車 變開酒 拜託玩那個模擬機就好了 好好好 最後說一句話吧 勸告大家 勸勢一下 開手牌才是男人 但是喝醉之後 開手牌會入錯檔 變速箱會掛掉 修起來很貴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是不要再管老爹了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下次我們再來做一些有趣的企劃 跟大家分享 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好 我是曼妮潔毅 拜拜 老爹老爹老爹 已經不省人事了 抱歉